胆经不通 口苦口干 还有呢 会导致偏头痛 很多人呢 有偏头痛的问题 包括引起你的失眠多梦 然后睡觉睡不踏实 这种情况呢 跟我来学习第二节的拍拍操的课程 就用我们的手里的经络拍来去拍打 拍打你的耳朵上方 耳朵上方呢 是什么 是我们的孽骨 就是在这个区域呢 也是我们的胆经 然后通过的地方呀 很多人呢 先去检查一下 摸一摸 你这两侧是不是很硬 有一些人硬的话 就用手轻轻的去推一推 推一推 这个地方都是痛的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用你手里的经络拍呢 去来给它拍拍 这种呢 是比较软的啊 大家拍这个呢 把手呢 挪在经络拍的中间 好 手握在中间 握的这个放两边 可以同时 同时啊 我建议大家 跟着老师的口论来一起做 来学习 要认真 可以点赞 收藏 随时呢 可以练习 在练习的过程中 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在下方评论啊 好 两脚分开 也是自然战力 这是第二件 拍拍头 拍我们的镊骨 手呢 打开 好 从两边 这样 好 放在两边 先定位 定位准确了以后 再开始 好 打开 这样轻轻的 一 好 再二 一定要打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看到吗 我这样去做呢 手这样打开 同时把手上的筋 给它拉开了 再回来 去拍打我们的镊骨 这个区域 轻轻的啊 不要用力 大家可以听声音 也能听到 老师利用的力度 很轻 做多少呢 做三十六次 好 每个部位呢 不需要做太多 只需要做三十六次 就可以坚持去做 好 像偏头动的 家人们 失眠多目的 感情不通的 可以把这里 好好的拍一拍 好 第二节课 拍镊骨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大家在联系的过程中 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 和我进行交流 我是五一张鹏